詳細帶來關心新聞焦點 入洞最強寒流來襲 今天凌晨平地最低溫 在新竹只有6.3度 這波寒流要到星期三 才會稍微回溫 速化公路歷經5年多的施工 今天通車 總統蔡英文致辭表示 對動過交通的改善不會停止 勞動部有預告放寬 七收一限制行業別 引發客運與貨運業 工會代表不滿 今天前往勞動部外面抗議 南韓平昌冬季奧運會 週五開末 當年可能遇上 零下14度的低溫天氣 感謝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間 8點新聞